大家好,我是Dan 因为专门母黑艺人的YouTube频道 他都是用索 以及记者出身的YouTube 相机报道了 旁谈中国与演员Yubi恋爱的证据 而让该消息登上了 演艺新闻的热搜二位 首先Yubi是 最近发表与以森里结婚的 以大英的亲姐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YouTube报道的 中国恋爱的证据 Yubi在一家有关佛教的 文化艺术社团法人Kumuda 被登记为社内理事 Yubi一家与这个社团法人关心密切 而原本没有新教的Chungu 2021年得到法号Edan 也捐献给Kumuda 与自己长得很像的铺像 之后Chungu也送了 该寺庙的大师Iphore 而这位大师与Yubi母亲 一起进行了Yubi外婆的四九季 所以两个人之间 有这样的连接环节 当然只是看这些的话 很难当成是恋爱的证据 然后就是Yubi与Chungu 带了同款念珠非常久 而Yubi母亲 Yubi Chungu Yubi都带了这款念珠 他接着表示 2020年10月 Chungu在网上买了个 侠奈要3.0包包后 留下了评价 而刚好在这个时期 Yubi在Ig上传了 同款侠奈包包的照片 最后就是 去年11月 全国以为女性 在激州岛被拍到的照片 引起了争议 而当时Yubi也有在SNS 上传了去激州岛的照片 所以他最后表示 我确认了有关两个人 从两年前开始的内容 跟同时认识两个人的 有关人士那里得知 两个人确实有交往到2021年底 从2022年5月开始 就不清楚有没有再交往了 但是两个人的有关人士都表示 目前两个人什么关系都不是 首先在去年12月 泰州水泳所这个频道 利用黑粉们在各个论坛 制造的谣言 做过有关穹股恋爱的影片 但是在两方的经纪公司都否认后 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而在2月7号 Yubi的妹妹与EsnG发表结婚后 这些黑粉们又开始造假证据 将这些资料 发给泰州水泳所跟EGNO后 几家媒体也利用 他们的影片内容做了报道 完全跟之前的 那个造谣程序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就来打脸一下 黑粉们造谣的部分 根据黑粉们的主张 穹谷在Firway网站 用这个账号 买了Shaner包包后 送给了Yubi 并在网上留下了评价 首先Firway是 行我最大的涉化品牌 二手交易网站 当然也是有卖新品 但大部分都是以二手货为主 把黑粉们主张的 穹谷的这个账号 被网友们查出 先后购买了 没有收据的 二手Shaner包包 以及穿过一次的 二手Shaner卡地根 然后过了几天 还将这个 也就是说 根据黑粉们的主张来看的话 在二手网站买了 要送给女友的 没有收据的 二手Shaner包包根 穿过一次的 二手Shaner卡地根后 很亲切的在网站上 留下了评价 然后过了几天 跟女友要回包包后 加上Kelanty卡地 以二手后 转卖给其他人了 然后记住到的这个餐厅 这个其实去年 这家餐厅的老板 已经亲自澄清过 是三男一女来到了餐厅 女生看起来 根本就不是女友 而是工作人员 这也是去年 已经告一段落的内容 再来就是那个念珠 这个念珠 穷古是从 20年9月带到 21年6月 而乙优比 却是在 20年12月开始带的 最后就是 最傻眼的穷古佛像 黑粉们主张 这是穷古捐献的 长得像自己的作品 但这个佛像 其实是在 21年11月 一位著名的作者 以现代菩萨之名 在佛教博览会 公开的作品 作者表示 该作品是表达了 穿着西装 嬉皮笑脸的罗汉 既然能把这个说成 是穷古送的 长得像自己的佛像 这不觉得 反而像我吗 这就算了 每次都是这样 黑粉们在 各个论坛造谣后 无脑的YouTube们 就做成影片 偷懒的记者们 就开始直接吵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到现在还在这样 简直就是个疯子 正常人赢不了他们 直接无事就好 相信这频道的疯子们 如果今天出现的是 他家欧巴的话 就会要求我们 帮忙举报的 如果真的是事实的话 怎么不举报到地设 而是发给这两个 YouTube频道呢 官方都已经说过 两个人没见过一次面了 对 对他们来说 真相不重要 重要的是 想要抹黑穷古 曾经是记者的人 使用Tedx用所 黑粉论团的内容 来做影片 太厉害了 让一百步 就算穷古买了 二手货后 再卖出去了 但是为什么 再卖出去后 以优比还是拿着 那个侠内尔包包呢 这要怎么解释 想要造假 也要有点诚意吧 那还不为什么 都要一一去对应吗 无事是最好的方法 对 黑粉算命 不理他 才是对他最大的打击 如果今天 Tedx有喜欢的人 想要公开恋爱的话 包括我 我相信大部分的粉丝们 都会祝福的 所以黑粉们 格关节烟 啊不是 脑层 啊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